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计较别人的流言蜚语 不计较别人的偏见 不计较人生里的低潮 好运和幸福会不请自来 与其斤斤计较不如淡然处之 没有底线的人 做人不一定能够有境界 能够看待名利 宠辱不惊的人 从古至今 寥寥无几 但做人一定不能没有底线 孟子曾说人必须要有四种德行 侧隐之心 羞恶之心 恭敬之心 是非之心 如果不具备这四种德行 做人做事都超越底线 那就与禽兽无疑了 人 贵有自知之明 自知者智 智者必常怀敬畏自然 敬畏生命 敬畏法则之心 怀有一颗敬畏之心 行事才会有约束 说话才会有分寸 三 不知谦逊的人 保持谦逊的姿态是一种人生大智慧 是一种修为 是一种胸襟 是一种谋略 更为我们为人处事的黄金法则 曾国藩说 人生大部分的失败都来源于两个字 一个是懒 另一个就是傲 王阳明也把傲当作人生的第一大病 骄傲的人眼界偏狭 不知天高地厚 看似张牙舞爪 在别人眼里 其实不过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 三件事最记得 一 懂得不失 提到不失应当是无私的不求回报的 不失后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而且不失的时候是不会看对象的 只有这样才能修得功德圆满 对于别人的给予 我们要抱着感恩的心去接受和回报他们 人有感恩的心会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 在这个世间每个人都在为别人付出 同时每个人都在接受别人的付出 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感恩 不失不一定要拿钱出财 你的一个微笑一个援手 递给流浪汉的一周一饭 这都是不失 尽力做你力所能及的善事好事就是最大的福德 真正的给予是不求回报的 这才是真正的不失 不乱说话不说抱怨的话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大家会发现 身边不抱怨的人可能也有生活的不好的 但是整天抱怨的人几乎没有看到一个生活的过得很好的人 而且常常是越过越不好 不说坚人短的话 与人相处时尽量避开人的隐私和缺陷 不揭开不评论不嘲笑 避讳不言明白不谈 为自己留口德为他人留面子 不说废话 没事互不打扰 有事严谨意害 是普通朋友之间交往的最基本礼仪 废话连篇 喋喋不休就是在浪费彼此的生命 三 行善 劝善 如果是积累的是善因 所得的怀是善果 所以行善总是和积德联系在一起 一个人如果幸存善念 行中友善 上至孝敬父母 下至爱护家人 那么就会无形之中为自己积福积德 悄然改变自己的命运 人生中的任何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其实都到就了今天的你 那些曾经种下的善良 总是会在不经意间 回报给你意想不到的好运气 劝人为善 特别劝导有能力 有机会的人 在他们的心中 种下行善行的种子 就会得到更好的善行 可谓是功德意见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